表演這樣子 很多爸爸 哥哥 宋小孩去上課的時候 都想要一起補習了 我現在除了當老師 又有當模特兒 有時候會發現到 有時候有 比較性感的造型 學生看到怎麼辦 女神LuLu介紹一下 剛剛是警察的女神 接下來是教師界的女神 好玩喔 老師女神 而且光是她的腿 腿就108公分 那麼長 那一天長腿 兩三個長 108公分 對 好漢 她是腿不太好漢 所以很多爸爸 哥哥 宋小孩去上課的時候 都想要一起補習了 這麼厲害 很厲害 想要參加家長會 一起來歡迎劉芳辰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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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好帥喔 老師你好 好 你好 剛剛奈惠因為她比較好聊天 活潑 我們就聊了比較多 老師 等一下我跟她有個小故事 也可以分享 你們還有小故事 我們兩個還有個小故事 互動先講一下 怎麼樣 什麼事 就是我們兩個認識 然後但是我們認識的 那個姻緣巧合是因為 有一次我無意間發現 有一個假帳號在攻擊我跟他 就是那個假帳號我點進去看 我發現裡面的內容 多半都是在罵我或者罵他 對 然後他有追蹤我們兩個 然後我就就是嚴密他 也跟他告知了這個狀況 然後其實我們兩個 都不太在意那個人 但是我們兩個聊一聊 就變朋友了 然後還沒有真的見到面 結果我今天節目來就見了 原本是網友的身份 所以今天等於你們兩個 個人的網劇 對 網友前面 太美了 都被一度 我現在在補習班教國中國小數學 另外也有在 數學 對 在國小裡是教體育跟英文 數學 很難跳通 大根數學也不錯 來 考老師一個 來 老師 1加1為什麼不等於2呢 這是 這是 考倒了吧 對 答案是因為 因為 算錯 算錯 麻煩請前面那個位再把妳摔一次 好了嗎 算錯了啦 真是傷腦筋 OK 沒辦法 妳是爸爸媽媽是當老師嗎 還是什麼 不是 是因為我在求學階段 曾經有一段就是 滿憂鬱低潮的時光 那個時候有個老師 他非常的細心 他就發現 方程怎麼變一個人了 他就發現我那時候不太一樣 他就關心我 慢慢陪伴我度過那一段時光 我就發現原來老師的影響力 可以幫助一個人 真的 就現在還是會常常回憶起 那時候的老師的幫助 對啊 師者 傳道 授業 解惑 那傳道比較簡單 因為 不是 那個傳道 不是 把道理傳送給孩子們 上課都是穿這樣嗎 沒有 上課都穿那種連身洋裝為主 或者是比較保守的 是 可是老師你之前爆紅不就是 穿了一條真理褲嗎 妳怎麼知道 因為因為爆紅 資料 他也會帶一些體育 那那個時候還不是 正式出來工作的時候 那個時候算是在實習 然後那個時候 我在恆春偏鄉當老師 然後每天都熱到不行 然後我就覺得 體育課我可以穿個運動褲吧 可以 然後結果不小心 這張照片就登上新聞 太不小心了 後來我就真的出來工作之後 我就會特別不要穿那麼短 家長爸爸媽媽都支持他 性感照還幫忙轉發 真的假的 我就是說 我就是除了當老師 也有當模特兒 有時候會發現到 有時候有 比較性感的照片 學生看到怎麼辦 沒有 他們不會看到的 他們平常不會看到我 穿這樣去上課 他們現在看到了 沒有 這集他們一定會看吧 這個很辣 但是 老師你不能穿這樣太辣了 這個是當模特的時候的照片 對 對 老師也要漂漂亮亮的 對不對 不會剛剛今天有準備吧 說說那個 我以前的學校小朋友 超愛下課把我拉著說 老師我們跳抖音 真的 真的假的 來 就直接來一段歌 來 老師 這是 有 有 我看你 我看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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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 有 好 那個眼神 眼神 來吧 Yes my baby 再一次謝謝我們可愛的 數學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棒 你看 好正能量的老師 就是要有這樣的一個感受 謝謝老師